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而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 他还将克罗地亚战袍赠予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梅宜 在法国击败比利时的比赛后 马克龙来到更衣室与球员一同庆祝 而他早在世界杯开赛前 就已经明确表示 只要法国能进半决赛 就一定要前往现场助威 而他确实如约出现在圣彼得堡球场 亲眼见证了高卢雄姬战胜欧洲红魔 并昂首进军决赛的全过程 如今的马克龙 则有机会能再次在决赛看台上忘情庆祝 值得一提的是 在法国击败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中 一位中国球迷试图想要靠近比利时法国领导人的VIP包厢 最终却因此行为而惨遭处罚 当时 这名球迷所在的位置 靠近球场角球区域 而他却违规进入了靠近VIP包厢的中央观众区 这名中国球迷受到了3000卢比的罚款 更为严重的是 他将被禁止在半年内进入现场 观看正式体育比赛 那么 你认为 法国和克罗地亚的强强对话中 谁将能够最终捧起大力神杯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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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